台北股市 107.43到107.49 這裡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轉折點 我的看法是這個轉折 各位一定告訴我說 這個轉折就是不排除要跌 是要跌 我的看法是要漏 萬一禮拜二禮拜三 禮拜三大結算 收到最高點做收怎麼辦 絕對有可能 什麼樣的狀況都有可能 關鍵在於 你準備好 你該做動作是要做 萬一錯 錯你就執行停損 如果錯 我的看法是這樣 來 舉例 加權指數 你說為什麼 指數一路走高 為什麼這裡要保守 要站在佈空 我的看法是這樣 你就7.43 往上抓20點 我們從這裡 各位請看 來 首先各位先看 畫面上你所看到是加權指數 到早上10點的走勢圖 從上個禮拜 連續一直到今天早上 上方是加權指數的行徑 5分鐘的K線 底下是我們標準 我們指數一律使用PSY來做觀測 然後我會在這裡畫一條線 這條 用了今天最高一度來到10761 你為什麼要畫在這個點 我有時候要去圍這個點 所以就要去觀察 就是說今天一直要想拚 今天就 我不管你是看漲看跌 我是看跌 你如果是看漲也OK 你看跌也OK 我的關鍵我會看10743點 也就是說如果加權指數 今天到收盤 他辦法站在10743 那當然 你說明天後天 一路再走高機率有沒有 有 如果守不住呢 守不住你要提防 這裡是一個相對的一個高檔區 你不要說為什麼 我們從幾個角度來看 今天早上這裡有一個缺口 沒有了 被補掉了 這個缺口因為在這裡 他就補掉了 他是剛好回來到這個平盤 剛好補掉 早上原本還沒補掉 那把早上的一個跳空缺口 在剛剛有補了 那接下來該怎麼做觀測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各位請看 畫面上你所看到是加權指數 像9點 9點開半到10點看5分 你說早上這裡要怎麼看 我的看法一定是看這個點 看這裡 9點20 他的關鍵在早上的9點20分 也就是說開盤之後 我去觀察這個點位 這個點位9點20當時的位置 落在10743到10749 對敵從嚴 對不對 所以我就抓當時的最低點 叫10743 他743到749 我抓743 也就是說 我去觀察這個點 10743點 兩下面我問你錯呢 我錯我就20點停損嘛 也就是說台北股市如果 如果 如果來 今天到目前為止最高是不是7 6億 對啊 我看743嘛 你說746 那如果過7 6億就代表我看錯 簡單說就是這樣 所以我會把743抓出來 各位一定告訴我說 這個743為什麼不能樂觀 這樣啦 我們把時間把它拉長來看 今天其實是10月16日 掌是10月13日 因為一般來講 我的講法一般的朋友 大家都很難接受 因為在掌的同時 我叫你要保守 在疊我叫你要樂觀 所以大家都會聽不下去 但是我要說的就是 往往 大家都聽不下去 但是都是對的 所以我們來看 來 各位請看 從雙十節過後 一直到今天 分別是10月11日 三個禮拜 12 13日 今天是10月16日 好 所以請問該怎麼看 第一個看法 一定是看這裡 一定是看這裡 為什麼是看這裡 我舉個例子 來 這個鍋 這個點 請問這個點是做多還是做空 你現在事後告訴我 你能告訴我這裡做多嗎 對不對 我要問你的是 就是在上星期 10個10個這裡 開高 走高 創新高 回撤 逃命 擊殺 你在這裡做多 這裡實在是做多 但是事後來看 你這裡都是榜空的 一樣的道理 我要看 一樣的道理 好 那這個點 它是帶量的 這個點 跟這裡做比對 這裡叫高點 這裡叫低點 沒有講錯吧 對 這裡要加比對 這裡是低 這裡是高 這裡跟這裡比 這裡是低 這裡是高 這裡跟這裡比呢 這裡是低 這裡呢 這不是叫做高 不是叫低嗎 除非它再漲 你再漲這裡 當然就變成低 如果它沒有再漲呢 那這個叫高點 這個叫做低點 也就是我們去觀察 從上個禮拜 連續假期過後 到今天總共四個交易日 好 這四個交易日 剔除開收盤之後 盤中單一分鐘 最大交易量 分別發生在今天早上 的高點 20分 以及10月11日 的擊殺盤 然後呢 我的看法呢 就把這兩個點位抓出來 一個叫10743 743到749 我說一次 我就算743了 然後 10月11號叫10622 所以得出四場 好 我現在就先看到禮拜三 今天是禮拜一嘛 一種 今天拜一 明天在拜二 後去拜三 好 我就先看 那麼禮拜三 一種是一路走高 沒有人知道高點在哪裡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 看對 看10682 第三種 10682一定守得住嗎 不知道 守不住 那你就要保守 那守得住呢 那你就樂觀 針對指數的部分 我的看法 就是這樣做就好了 你說現在747呢 那又怎麼樣 沒有 你說747 又又安裝了 難道你保證 就一路走高 明天再漲 後天再漲 大... 我不知道 每個人有每個人看法 關鍵在於 你如何利用有效的數據 你自己去做評價 該保守 你就要保守啦 我舉個例子 2371 2371 叫大同 2317 叫洪海 沒有 對不對 這是全職股 洪海是全職股 2317 2371 大同 叫低價 低價股 今天表現也不錯 那一樣啊 兩黨個股 該怎麼看 我舉個例子 這隻叫大同 大家想要怎麼看 2317 這洪海 大家想要怎麼看 洪海 上禮拜五 六 台積電 上禮拜五 起 今天台積電 不起 今天 洪海會起 你不要跟我說輪漲 輪動 對啦 當然是輪漲 輪動啊 關鍵在於 那接下來要怎麼走啊 不然 散下去 你要怎麼看 我的看法 你就手把他拿出來 你就手把他拿出來 要知道 指數會記 你就點PSY 然後 你點了PSY之後 點五分鐘的 自己做觀測 底下 底下 這裡有個放大 有個縮小 有沒有 你縮小 抱歉 你就點五分的 你就點縮小 你就縮小 放大 這什麼正50 一定是嘛 這嘛 負50 這嘛 正50 這今天嘛 這上禮拜 正50 負50 正50 正50 中間這個叫零軸 你就做參考 各股的部分 點離開 點離開 舉例一載 你就點 對對衝 不管什麼股票 你要看洪海 你就點洪海 跳掉 記得喔 股價看30分的 不能看5分的 你要看30分的 畫面上你所看到這個叫什麼 那麼對對衝 主要是0到100 上下來回做波動 上下做波動 點離開 你說2317洪海 2371呢 大同 我沒有大同 我們要點離開 對不對 好 設定自選 點下去 你要看什麼股價 你就點 股號名稱 輸入2371 對不對 好 確定 它是不是跳2371大同 現在是不是上漲 漲一個百分點 沒有錯吧 你要點一下 你說增加自選股 你會確定 好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一次 是不是大同就進來了 在最底下 對不對 摸對不對 好 你就頂住它 就把它放掉 記得 股價看30分的 股價一律看30分 你可以縮小 也可以放大 好 請問大同該怎麼看 你說這樣子我怎麼看得懂 這樣子怎麼會看不懂 這樣子看不懂 任何的股價或指數 你需要的就是在於 你本來就是會去的路 你不是一個 你不需要一個落後指標 落後指標 你給它移動平均線 對不對 這樣會贏 不會贏 我舉個例子 各位請看 你看 真的有夠夠你知道嗎 真的了不起 來 各位請看 他夠夠你知道嗎 不是嚇到嚇死人 我沒有告訴你 這簡直是 強化一個不行 我不是說我夠 我沒有夠 來 各位請看 我們先不要看這個 我們先看一般的 我們先不要看這個 各位請看 是不是一樣 趕快嘛 我都沒有動它 這是大同 這是大同的對對衝 好 我們不看這個 我們看這個 上方 是不是移動均線 沒有錯啊 底下就標準的MACD 移動均線就用5 5 10 22 62 120 用一般大家常用的 我也沒改它 底下MACD 一般所有參數MACD的參數 標準設定 致式的會落在2 6 12 9 好 請各位看著它告訴我 這是要怎麼做 這喔 你會怎麼做 怎麼輸 也就是說 總共 1 2 3 4 5 6 7 8 拉燙 八爪你知道嗎 總共啦 你會做八爪 以MACD 移動均線 根本沒得做 根本全錯啦 好 那麼以MACD為例 八戰一勝 這一勝還不代表真的勝喔 1 2 3 4 5 6 7 8 空 空 多 空 多 空 多 空 有這雙的嗎 這幾雙總書 當你使用一個工具 錯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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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趟你會做嗎 你不會做的 你怎麼會做 你說那是什麼東東 對 當這是什麼東西 你自己眼睛看 你把它點出來 你的MACD不是這樣子 我隨便你 我不管你在券商 還是你是購買什麼樣的軟體 它一定是這樣子 2 6 12 9 7 2 3 4 5 6 7 8 你說那我反過來之後一樣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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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我這裡做多 這裡半康這裡做多什麼 也是錯 你有沒有發現怎麼做都錯 好來 再看一遍 指標不是不好用 你一個指標你不能改來改去 你要有一個制式的 當你用一個系統 來 各位再看一次 大同怎麼看 就這樣子看 剛好輸藥 那好夾嗎 有輸藥那好夾嗎 不必啊 那怎麼做 不就這麼做嗎 1 2 3 對不對 4 5 來 你再對照一次 看有沒有錯 1 2 3 1 2 3 1 2 3 抱歉 要再對照一下 是不是這三次 這裡一次兩次 剛好是這個 加這個 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是不是這個 沒有錯吧 1 2 3 1 2 3 好來 各位請看 畫面上你所看到的是大同 要怎麼做 要做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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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就這麼做 我不是說不要學散戶嗎 你要做主力啊 主力怎麼做 主力在這裡買大同 不然他會去 沒有在這裡賣 他的路 這裡沒賣 他沒去 這裡沒他才會掉下來 這裡呢 人家就買 所以才會漲 不然不然 你自己做參考 你要做主力啦 你不要學散戶啦 散戶就用那個 笨笨的指標 要怎麼做 我請教你 當你去觀察 我怎麼知道 這個點應該正向 我不知道 所以我去看什麼 那這個點 該怎麼看 那這個點看完 我就要看這個點 如果這個點位 應該要做多 那這裡呢 這裡也要做多啊 那這裡呢 這裡如果要保守 那這裡就要保守 就是這麼簡單 你問過我也不知道 要怎麼看 你就1 2 3 4 5 不然很簡單呢 你有沒有發現 這叫主動式指標 反轉指標本身是主動的 什麼叫落後 我不是說它不好啦 你自己看 上方叫移動平均線 下方叫MACD 這種就叫落後指標 很多人告訴你 指標是落後的 那你為什麼不用領先的呢 你用什麼是領先 就把你的手拿出來 那現在眼睛看了 這不就領先了嗎 我們先休息兩分鐘 好 我們再看下一檔 叫2317的紅海 那紅海是怎麼看 兩分鐘後向您做簡報 嗯 避震了 怎麼辦 1 跑上 2 擁護 3 穩住抓住抓腳 更多防災嘗試 請上台灣靠陣網 無法左右大盤掌跌 可以改變機效高低 行動APP 自己看手機 高低率先不通 低檔提前不單多 PSOI心理線標誤自動搜尋 指示當中 擴斷抑止完成 規定頭部 新動行動 PSOI心理線 指示線 0800 55808 0800 55808 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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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通 肯定會成功 棒棒棒 一棒再一棒 棒棒 接強棒 強棒 現成股 自動優化 變態風險 掌握韓中波動 讓您今天的股票 變更棒 02 2578 3000 2578 3000 無法左右大盤掌跌 可以改變機效高低 行動APP 自己看手機 高低率先不通 低檔提前不單多 PSOI心理線標誤自動搜尋 指示當中 擴斷抑止完成 為了頭部 心動行動 PSOI心理線 指示線 0800 55808 0800 55808 平常工作時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我喜歡解決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這片刻的寧靜 全球第一 台灣唯一 遠雄左岸 全球第一 台灣唯一 遠雄左岸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午安 來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 特別是 今天是禮拜一 很多新朋友 我的建議就這樣子 第一個 當你使用 我們的手機PSY 會記得手機是你的 不是我的 你到Google App下載 那麼下載之後 你的服務人員會告訴你帳號跟密碼 那你輸入你的帳號跟密碼 好 你開通之後 第一個 記得 對對衝跟PSY 兩個最大的差異在於 對對衝是觀察股 股價 任何一檔股票 你都可以用 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點開了 那麼不管是台積電 鴻海 偽創可乘 你發科 你都一載 一載 那你就點住它 舉例鴻海 然後你會記得 股價一律看三十分的 指數看五分鐘 不一樣 所以就是說 紅海 你就看 第一個 叫正一百到零 當它在一百 代表是個高點 零是個低點 一百是個高點 就是這樣 那畫面上 你目前所看到 這是紅海 三十分的對對衝 來 第一個 它不是波段的 我說一遍 它不是波段的 它是讓你做短線交易的 就如同 來 我看一下 我們剛剛提到 2371的大同 我們現在看2317的紅海 來 各位請看 一樣 上土呢 是紅海 那麼下土呢 是紅海的三十分 對對衝 就這麼做 你會跟我講 車到車幅度也不大 幅度不大 你不要忘記了 這是重量級全脂股 你說來到這個點 那你就要保守 這個點 你就樂觀 如果接下來 紅海掉下來淋 那你就樂觀 你知道嗎 紅海撩起來一百 你就要保守 所以所有的商品 台積電影一樣 每一檔個股都相同 沒有什麼不一樣的 回過頭來 我們看 來 一樣 各位請看 這是PSY 對不對 沒有不對 你對嘛 來 你看我的手 點離開 當我去看指數 要記得 要點PSY 你不要點對對衝 你要點PSY 點了之後 你點它 記住一律 看五分鐘的 五分的 指數一律觀察五分鐘 經由五分鐘 那你去做判斷 那怎麼判斷呢 一樣 我把它縮小 沒有不對吧 這裡 一 二 三 這是即時的喔 是不是 一正五十 負十 正五十 沒有錯啦 這兩三 好啦 各位請看 是不是一 二 三 我再看一遍 是不是 一 二 三 這樣 一 二 三 所以是不是 用圖表你比 一 二 三 就是這樣 那你告訴我怎麼看 就這麼看 你就是說你去觀察 你有個系統 有個工具 你可以去觀察什麼 我現在是不是要樂觀還是保守 好 那各位已經問我說 今天禮拜一了 萬不得一啦 明天再大氣啦 後期又大氣啦 台北去國一去那一萬一千點要怎樣 哪有什麼要怎樣 你是在怕什麼 我的看法就這樣子嘛 今天最高點已發生 是不是在七六一 那你又來這裡 又觀察這裡 就好了 那如果再過呢 再過你又要保守 那如果沒有過呢 沒有 沒有 又過呢 又過代表他要加你到禮拜三嘛 那我從這裡 這裡 我從這裡 對不對 到這裡 不知道不知道二十點不到 你二十點不到 都 你沒有那個百分之百的啦 你高檔 你該佈空 該保守 你就要佈空 就要保守 那你說保證對嗎 我沒辦法幫你保證對 我的做法 我怎麼想 我怎麼告訴你 我在這裡 我沒有 我在這裡一定佈空的 我哪有可能在這裡做多 那你告訴我 那你會不會停損會啊 過七六一我就停損 我二十點 跟他贏了兩百點 這個 這樣不做 輸輸二十 贏 準備跟他贏了兩百 那有什麼辦法做 我沒有把握一定兩百啦 關鍵在於 你怎麼看 因為我的看法啦 大家會認為禮拜三收高嘛 對不對 真的會收高嘛 如果剛好就 大家都看錯怎麼辦 我的看法 不用那飛去啦 你就照著 照著 照著PSY來 PSY正五十代表 高檔 你要小心 負五十你就樂觀 我問你嘛 我問你嘛 這不是 這裡呢 這裡放空 這裡放空是什麼 我只問你這句話嘛 這裡也放空啊 不然你這裡怎麼做多 這裡一定放空的啦 對不對 現在呢 現在你說什麼做多 會去到拜三 我就不知道你剛才在想 不是你啦 我都不知道 很多朋友 我不懂啦 我看不懂啦 我沒有什麼看法啦 那麼我只告訴你 就在於 第一個 各位請看 畫面上 各位所看到的叫移動均線 移動均線不是不好用啦 而是在於喔 你如果是做那種 很波段 很大幅度的 你可以使用移動均線 不錯 你知道嗎 你當然可以用啦 可是 針對一般短線上 你做那三天的一個禮拜 甚至是基手的 你要是用移動均線 或者是什麼KD MACD 你會做十八輸高百股 輸九次啊 你可能十次都全錯 那麼跟各位做個分享 歡迎各位可以在節目結束過後 跟我們服務人員做個聯繫 那麼在這裡 也祝所有觀眾朋友 在新的這一個禮拜 合家平安 身體健康 操作順利 感謝你 謝謝 拜拜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公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 投資風險 現在 是阿姨特 訂閱運通財經台 任何時間 任何地點 一機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24小時 線上直播最緊實 分析時精準盤式解析 隨選隨看真方便 Youtube運通財經台頻道 隨時隨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無法左右三耳盤掌跌 可以改變金效高低 行動App自己看手機 高低率先補空 低檔提前分多 PSY新密線標普自動搜尋 準確當中拖鑽逆指完成 為了投顧 新動行動 PSY新密線 支援推線 0800 55808 0800 55808 變 變 變成功 肯定會成功 棒棒棒 一棒再檔 換檔接強棒 強棒限制全部 自動優化第一排風險 抓獲盤中拖動 讓您今天的股票變更棒 02-2578-3000 2578-3000 2578-3000 可以改變金效高低 行動App自己看手機 高低率先補空 低檔提前分多 PSY新密線標普自動搜尋 準確當中 拖鑽逆指完成 為了投顧 新動行動 PSY新密線 支援推線 0800 55808 0800 55808 變成了 怎麼辦 1 好想 2 有目 3 穩住